诶 你怎么不去上班呢 嗯 你在说我吗 我不说你 我说谁呀 上班 上什么班 你不上班 我们家哪有钱呢 那个小孩又要读书了 小的又要喝奶粉 哦 你还知道我们家没有钱呢 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你怎么了嘛 怎么了嘛 我们家那20多万的存款 你全部拿给你订买房了 你还问我 怎么了嘛 那别人当节的都不是买车就是买房 那我给他买个房怎么了嘛 再说了我又没交全馆 我只是给他付个首付 那你给他买吧 随便你 反正我不上班了 你为什么不上啊 我不想上啊 你不想上就不上啊 我们家允许吗 怎么不允许啊 小孩要读书 我们家那么多钱 你还拿钱给你弟 那不是吗 那么多钱 那现在也没有了呀 你都知道没有了 那你还拿给你弟买房干什么 我们就需要钱 我辛辛苦苦打工的 好不容易存了20多万块钱 你全部拿给你弟买房 他要结婚嘛 给他首付个房子不过分啊 我是他姐 别人的姐都是买车买房送地的 你看我就给交个首付 我都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呢 你这是伏地魔啊 还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辛辛苦苦打工 中了钱 你全部拿给你弟 我那个钱你是完全可以留着嘛 我们家还要盖房子呢 你还知道没有钱 盖房子能有我弟终生大事级吗 房子有钱了慢慢盖嘛 你弟的终生大事级 比我们的生活还齐是吧 你继续去上班维持生活就可以了嘛 你不去上班 我们家过不下去了都 都要饿死了 你都知道过不下去了 你还拿那20多万给你弟 我们本来生活就很困难了 你还拿那么多钱给你弟 你看你每个月 一个月5000 就算我给他了 我们也不会饿啊 只要你继续上班 你这样子算摆烂吗 你不想过了吗 对啊 我就摆烂了 我现在就躺平了 不然我赚钱有什么意义啊 赚钱你都拿给你弟了 赚钱我是要拿给这个家里面生活的 但是你都不用在这个家的生活 你拿给你弟 要是你拿在这个家做生活的话 那谁还不愿意上班嘛 上什么班嘛 那我只给这回啊 你继续去上啊 小孩下个学期要读书了呢 小的又要奶粉 又要尿布丝的 你不上了 那怎么行啊 你都知道这些要用钱 你就不应该拿钱给你弟 知道吧 那我们钱在这里也没用 对吧 没用 给他怎么了嘛 对啊 钱没用 那我赚钱也没用 所以我干嘛要去上班呢 我说的是放这里 你也是放这里 还不如先拿给他首付 我先拿给他 那他会还吗 他又不会还 要是他会还的话 那我也愿意借给他啊 那我是他借 怎么还还不还呢 而且你拿给他那么多 就算借我也不愿意借那么多 知道吧 我只借一两万块钱 就算好的了 你这姐夫当呢 我这姐夫当的怎么了 不行 不行 那你行得很 你弟行得很 那你问你弟拿钱来给我们生活啊 现在我你看我没有工作了 没有钱了 现在需要钱买奶粉 需要钱给小伙伴上学 你去问你弟哪钱来呀 那他都买房了 哪来的钱啊 你去上班了 你上班我们才有钱 你不是觉得我不行吗 他们很行吗 你很行吗 你很行就拿来呀 我在家带小孩我怎么行嘛 那我要不带我也可以去上班啊 那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反正现在我对钱没有动力了 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动了 赚钱 你不能因为你不想动就不动啊 我们有小孩要养啊 你也知道有小孩要养 那你拿钱来养啊 我带小孩我怎么养 拿你给你弟的那个钱来养 拿不了 拿不了那就 大家一起躺平吧 一起饿吧 你不为你着想 你也得为小孩着想吧 这个应该是我跟你说吧 你不为你着想 你也应该为小伙伴着想啊 小伙伴现在没钱吃饭了啊 没钱 没没钱上学了 没钱吃汤了 你应该要为他着想啊 不要拿钱出去啊 我给都给了你想怎么样 啊 给都给了那我怎么样呢 我现在也不能怎么样啊 就只能不上班了 在家这样子 那你在家这样子吧 我走了 哼 你还走 那叫你上班 你不上班 我在这里等着喝西北风吗 拿我的钱给你去了 然后你还走 那谁叫你不上班啊 那你去吧 那你去上班吧 你拿钱回来啊 我说的是走不回来 我不是去上班 还走不回来 你这人真的很回我三观了呀 为了你弟 为了给你弟没房 那他要结婚 着急 懂不懂 没房人家 跟他不结婚了 那我们的生活就不着急吗 我们宝宝 要吃饭 要上学 他们就不着急吗 我们家要吃饭 这就不着急吗 那你去上班就没事了呀 就能为止了呀 那我也跟你说 你不拿钱给你弟就没事了呀 这也一样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叫你上班你也不去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什么 我也跟你没什么话可说了 也很无语 知道吧 对你这个人 我怎么就无语了 我在顾家 你很顾家 我是这么顾家的一个女人 你还想要我怎么样啊 你很顾家 那我就在家让你照顾得了 那一起饿着吧 就一起饿着吧 随便你 我真的好无语啊 饭也不上 不就拿钱给他了吗